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新竹是106年的社区点燕之社区环境改善计划征建开跑,市府10日将举办工作坊邀及北中南社区工作者封城论建会中会请经验丰富的社区团队专业实资分享成功的社造案例,鼓励社区动起来凝聚居民向心力。 市府表示,今年度提案说明会6日晚间7点在大同108举行,提案征建即日起到29日下午5点,鼓励青年市民以创意投入社区改造,而10日的青年参与社区工作坊也有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台南的社规师辅导团队齐聚,透过面对面的对谈,一起为社区照亮点。 今年的培立社区工作者也邀请有经验的专业社造工作者分享国内外社区营造成功经验,向社群协力经验丰富的经典工程,台南主角,社区营造大赛,建筑势力宽生和共善的社会设计力的清华学院执行长王俊秀。 10座课程则有台北市古风小白屋的老师于薇教学谢子工具墙,封上旅行社的魏照亭以设计为旅行,鼓励各社区团队发想更多元创意行动。 市府都发出表示,去年社区点燕汁成果丰硕,26个创意提案成功点亮社区,向士林社区以传统手艺编制竹围栏打造竹边迷宫入口一项,已成为在递孩子的游乐园,下竹社区设屋改造框。 费34年的警察局也成为黎明聚会喝咖啡的城市秘境,还吸引新人拍婚纱。 都发出表示,时日举行的青年参与社区规划相关制度研讨会纪工作方欢迎年轻人投入社区一起来改造,报名可洽2017青年参与社区规划,施相关制度研讨会纪工作方简章。